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款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TensorFlow2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Discord专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分享代码吧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数组比较 对 今天我就给您讲解一下 TensorFlow中的数组的比较 今天的知识点同样适用于NumpPi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TensorFlow中的数组的比较 咱们比较数组干什么 今天的例子中我也会给您讲到 咱们马上开始吧 好 咱们先演少续 马上看今天咱们实战演习的部分 前四行 是Import和标准的日志输出 这没什么 然后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我定义了两个随机函数 对吧 两个随机函数的数组 对吧 它是从0到9 对吧 咱们就准备今天比较这两个数组 好不好 那么今天咱们先把这两个数组声明输出一下 好不好 OK 把它拷贝一下 然后今天我给您演示 还是使用Google的collab 咱们先执行一下 保证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开个新块 然后拷贝过来 大家请看 这个随机函数生成 我以前给您介绍过 对吧 生成一个这个数字的范围 然后呢 最小值 最大值 以及它的类型 没问题吧 咱们生成两个数组 AB 好不好 下面呢 把这两个AB的内容把它打印出来 好不好 看结果 Go 大家看 这是两个数组 看里面有没有重复的数据 大家请看 012 第二下标的这个位置 是重复的 对吧 然后 这9 这也是重复的 这下标是8的位置 也是重复 OK 咱们今天就找到重复数据元素的这两个位置 该怎么做 马上开始 大家请看 首先用A等于B 这就是比较两个数组 如果同样位置 或者说同样所引的数值相同的话 它会返回处 对吧 不耳形吗 对吧 如果不同的话 它会返回false 咱们就看一下这个比较 以前咱们都是两个变量比较 对吧 A变量和B变量比较 对吧 这是咱们大部分的原种做法 在python中 咱们就可以使用两个数组进行比较 马上看结果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知识点 咱们大家一定要找 不管你是学tensinflow 还是学numpy 还是学python 都要掌握 好 够 大家请看 有没有处的 有 0 1 2 2 下标 这个地方是处 同时 还有一个是一样的 3的也是一样 3个处 对吧 OK 咱们比较完处了 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是不是就有这个需求 咱们需要把两个数组中 元素相同的内容抽出来 对不对 好 那咱们怎么抽 马上看 大家请看 相同元素抽出 对吧 你ab两个数组 哪些数值相同 把相同的数值全部抽出来 对不对 够 这就能抽啊 马上看结果 这个在咱们拍子面中中是非常常用 大家请看 抽出来是7 7 3 9 没有问题吧 7 3 9 也就是说ab两个数组 7 3 9是重复数字 对吧 OK 有朋友还有需求 就是说 这三个数字 它的下标个是多少 这很重要 对不对 我只知道这两个数组的元素 相同元素了 我把它也抽出来了 但是它在数字中的哪个位置 咱们是不是也是需要的 非常需要 咱们抽 大家请看 我给您总结出来 用TFWare就能够抽出 大家请看 TFWare 然后抽出A等于B的所有的下标 好 咱们马上抽 这个其实更常用 怎么稍等 我怎么还考虑这个新号 OK 马上运行 我这代码块在这 OK 好 口碑过来 注意看 大家请看 这三个数字 7 3 9的下标分别是 或者说这个数组做标 分别是 0行2列 0行6列 0行8列 对吧 xy表示了一个数值 大家请看 0行 因为这两个 这两个数组是一样的 shape 对吧 所以说他们都是0行的 然后咱们抽出 这0行中的哪个元素相同 如果AB是多维数组 那么您第一个看到 就不是0行了 可能是第一行 第三行 第五行 对吧 然后这是列数 0行2列 0行2列 7 对吧 0行6列 3 0行8列 9 对吧 因为这两个数组 是一样的维数 所以说这个坐标 既适用于A数组 同时也适用于B数 所以说您看到的就是一个xy的数组 对不对 这是给大家返回的结果 OK 今天给您大概讲解了如何比较两个数组 如何抽出两个数组中的相同元素 和什么 和相同元素 它们的所引值 都给您讲明白了 这个是咱们学习tensorflow 或者说学习python中非常重要的基础的知识点 也是编程的基础 希望您能够掌握 OK 今天的代码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我也会把它共享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 朋友您下载运行一下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tensorflow视频中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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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